你是我的荣耀破29亿,杨阳,T.L.L.R.S.B.A.P.A.C.P.赶墙,什么时候二搭? 由迪丽热8,杨阳演的电视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播放量成功突破了29亿,能达到这样的成绩,可见这部剧真的火了。 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作为一部都市爱情剧,不仅涉及游戏、娱乐圈等领域,还涉及到航天专业,可以说整部剧的利益很大。 在该剧的最后,于途和乔晶晶结婚,两人决定举办集体婚礼,既能躲过媒体的拍摄,又能避免请客不均的问题,最重要的是乔晶晶喜欢这样的婚礼。 这样一来,大家会发现,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不单纯只是一部爱情剧,通过这部剧,观众知道了航天人的不容易,也看到了许多社会现实。 于途本来可以称为金融精英,干着年薪百万的工作,称为众多同学口中的佼佼者,但他却投身到航天事业中,成为追寻太空,追寻宇宙奥秘的那只兔子。 这部剧的格局太大,让人不得不喜欢。本剧主角杨阳和迪丽热巴是第一次合作拍戏,帅哥靓女的组合,从官宣阵容的时候就备受期待。 没想到实际拍出来并没有让观众失望,反而给了大家很多惊喜。 这几年来杨阳尝试的角色多为电竞男主、军旅剧男主等,这一次的于途与以往的微微一笑很清诚的笑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 但时隔多年再次出演类似的角色,杨阳的演技不仅有所进步,甚至更显得成熟。 于途不是孝奈,孝奈有刚出校园的少年的那种朝气和拼近,而于途更像是经历风霜之后更加沉稳和思虑多的成熟角色。 二十几岁的孝奈朝气蓬勃,有着年轻人的自信。 三十多岁的于途成熟稳重,有着成年人的谨慎和思虑。 但无论是孝奈还是于途,都深受观众喜欢,也难怪观众都说在不同的年纪会爱上杨阳。 杨阳演的于途让人喜欢,迪丽热扒眼的乔晶晶又何尝不是如此。 乔晶晶有着当明星的自觉,尊重粉丝,不想让粉丝伤心,也为了维护粉丝,练习打游戏的技术。 接戏也不乱接,会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发展。 当看到乔晶晶所说的那些台词时,真希望娱乐圈的明星们跟乔晶晶学医学, 别没事吵CP,闹绯闻,没演技不去锻炼演技,而是学什么炒作。 杨阳和迪丽热扒真的是从书里走出来的角色, 于途和乔晶晶这两个角色仿佛就是专门给两个人量身定制的一般。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,但可以看出杨阳和迪丽热扒配合默契, 无论是正片还是花絮,都能看到两人好看的地方。 当然,杨阳和迪丽热扒组成的CP也被叫成荣耀夫妇, 粉丝们也自发地为这对CP宣传。 在你是我的荣耀播出期间,荣耀夫妇合体上了不少节目, 看快乐大本营的时候,都感觉在看番外。 不仅如此,七夕节两人一起看烟花,这是售后营业第一人。 虽然这些都是宣传剧的手段,但不得不说, 大家还是很期待杨阳和迪丽热扒二搭, 或者你是我的荣耀能出新的剧, 相信播放量不会低,观众也会喜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